最新的比赛正在直播的2024年苏果兰公开赛 由白雨露对战布尔修雷维尔 现在是双方对战的第五局 雷维尔的3比1已经率先取得了赛点 手握了三个赛点 打进红球之后再来利用低分值的彩球来调整一个 没有问题 那现在台面是5颗红球67分 而雷维尔的暂时的领先了56分 打进红球再收掉一颗高分值彩球就能完成超分 中光干点位 推干一阔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呀 不过粉球应该可以看到下球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超分的粉球 那现在恭喜雷维尔成功的完成了超分 坦面是4颗红球59分领先了63分 超了4分 需要一杆斯诺克 超4分的情况下肯定也不够白宇宙来人输 需要再来扩大一下超分的优势 非常的准啊 这杆中超弹 再收掉一颗彩球 确保比赛的胜利 没问题 那比赛打到这里就没什么悬念了 提前恭喜雷维尔成功的拿下双方对战的第五局 以4比1的大比分紧急到了苏格兰公开赛的96强 值得一说的是雷维尔也是在3比0取得赛点之后 让白宇宙扳回了一局 中低杆一点 红球的左侧中带 还可以再来先进 但是最后的一颗红球还是需要来K一下 如果想要完成破百的话 中低杆横台滑上来 来看一下这杆打来K的效果啊 加一点右赛 虽然说是K到了 但是白球的位置不太可控啊 最后的一颗红球需要一杆准度纠错 台面是35分 青台的话会来到单杆115分的高分 红球的右上顶带 直接来切了一杆右侧中带啊 但是这杆没能切近 不过问题也不大 那再次恭喜雷维斯成功拿下双方对战的第五局 以4比1 成功晋级苏果兰公开赛的96强